大家好听歌 今天10月30号 我们来看我们哪上的科技有报 本影片由杰生通信赞助播出 我们看第一次 大家都最近很喜欢用IG 尤其是年轻人 可是就发现说上传影片的时候 突然觉得画质变得有点模糊 通常以为是自己影片问题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IG的高层他们证实说 IG影片会依照观看次数调整画质 代表人气越低 画质的可能会越模糊 他又表示说 是透过IG的限动回答网友的提问 他针对上传影片后 看起来很糊的问题来回应 他说因为平台有注意到 使用者的影片 有些影片长时间没人观看 所以就自动调低画质 反之如果影片很受欢迎的话 就会提供高画质 让更多人看到 他普通说 大部分影片刚上线的时候 平台会讲画质调比较低 派强调说这样子 其实就是要吸引了 观音速较高的创作者 积极地产出产品 如果他们提供高画质 他会消耗平台 大量编码还有储存资源 所以他认为画质好坏 不会去影响用户的观看 反而是影片内容 其实大家比较在意 但其实我们冲动者 比较在意的画质高低 导演 我们的画质应该 没有很低吧 我们看第二种 苹果接连两碗 就昨晚前晚 发布了M4的iMac 跟M4的Mac mini 今天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还会亮相了M4的MacBook Pro 所以等于是连续三碗 会推出新品的盛况 苹果的资深副总裁 其实他就说本周 是Mac很精彩的一周 所以大家都高度的一个关注 你也可以看到 在现身的两个产品以后 最新有用户发现 在苹果官网的图片库里面 新增了M4 Max的晶片图示 这个PO文也引发了 彭博社记者 他转发就说 看它的资讯 真实度应该蛮高的 不过这个照片已经被删除了 你也可以看到 目前的晶片就是M4跟M4 Pro 但M4 Max还没有亮相 外界就说 有可能在MacBook Pro上面 就会搭载M4 Max 那综合的目前相关的消息 M4的MacBook Pro 它是为小改款 所以最大的升级 应该就是效能的升级 也就是说采用M4的系列晶片 而且不会再有 所谓的8G的记忆体 为了Apple的AI 就Apple Intelligent 所以最低的规格 会从16G的记忆体效 我觉得这很棒 好 所以先讲一下 昨天晚上 它带来了新款的Mac mini 你可以看到 它是同价位 如果是以PC电脑里面 它是最小巧 而且还有M4的M4 Pro的晶片 它们说这个 带来6倍的处理性能的优势 那新款你可以看到 它虽然机身有加厚 但是苹果将长度跟宽度 从7.7英寸减少到5英寸 那Mac mini 占领桌面的空间的面积更小 苹果表示 它说同价位的PC电脑的 二十分之一体积 但是又是6倍的处理速度 而且有全新的一个散热系统 会将同一个热气 由底部排出 确保运转速度不会受影响 那两个晶片可以选择 M4的晶片 它是十核心的CPU GPU 以前万年的8GB 现在变成16GB的记忆体的起跳 比照M1的版本 如果是用Adobe的Line Room Clasio 它说这个速度会最快可以达到4.9倍 然后M4 Pro的高阶晶片选项 就是14核心的CPU跟20核心的GPU 64G的记忆体 然后比照前一代的M2 Pro的机型 它的3D的绘图的速度提升了2.9倍 而且它也提供了更多的一个连接埠 M4版本在后面有三组的 Thunderbolt 4 手度的加入两组正面的USB 3的接口 让我们连接的设备可以来得更方便 那高阶款的M4 Pro的机型规格更好 它支援到 Thunderbolt 5的传输速度 萤幕支援上面 M4版本支援最多两台6K萤幕 M4 Pro则支援到三台总计了6000万画素的画面 那搭载M4的晶片Mac mini 它是19,900 其实很便宜 基本版 而且是16GB的RAM M4 Pro则是 起价为46,900 那台湾目前上市还没有确定 好 今天一样 晚上有影片 那现在明天有台风 大家还是要小心注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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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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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